你想要了生死出三界 而且能够一生成佛 只有两条路能够让你选择 第一个就是靠自己的力量 你能够明心见性大振大悟 你就能够生死就了了 但是这一条路太难走了 我们已经没办法去走 那选择第二条的就是 念佛求生净土 这个方法 这个方法很容易 只要你符合经典里面的条件 你就能够得到这个功德 但是关键就是四死不退 这四个字 如果你念佛念得好 但是如果我们的愿力 往生到西方极了世界的那种力道不够 那你就没办法往生净土 所以四死不退 是我们了生死的关键 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知道 所以要如何四死不退呢 这个问题我们一定要搞清楚 要如何四死不退 首先必须要生性净土 断移生性 这个我会跟大家做一个介绍 你要四死不退 你能够在这一生当中 你念佛不退转 你念佛不退力 而且能够勇猛的境界 首先你首先必须要断移生性 而且生性净土 你就有这个方法了 听懂吗 所以我选择这个就是 简单放松跟大家分享 很多人说师父我知道啊 在经理里面说对啊 什么叫生性净土 所以首先我们应当要明白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段 求老师 我们应当要明白 大家一定要明白 难得嘛 跟大家借个语言 而且每个星期 只顶多也半个钟头 顶多 最多的二十分钟 首先我们一定要知道 念佛我们的目标是在哪里 这个一定要先搞清楚的 你今天念佛是为了什么 哎呦我要求发财啊 我今天念佛要什么 我要求保佑啊 念佛做什么呢 哎呦我要念佛我要希望 我的生意兴容啊 心想事成啊 吉祥如意啊 事事如意啊 你不用求这个 只要你老老实实念佛 全部都记住了 你不用求 它自动就会来的 只要你真的去念佛 但是最重要的不是这个念佛的目的 就是要求上西方级的世界啊 那这个是比较 比较深入一课 深入一层来讲了 那比方说一般人 世界人说我要求长寿 我要求健康 我要求快乐 我要求 那比方说 哎 这个生活里面能够顺顺利利的 没关系 阿弥陀佛也满你的愿 只要你真的去念 你就有这种的功德 因为阿弥陀佛的福报太大了 但是我们一定要深入一层了 深入一层就是说 我念佛的目标 目的就是在建立求生西方级的世界 要亲近阿弥陀佛 那为什么呢 我们为什么要亲近阿弥陀佛 大家一定要知道 刚才我已经讲了 这一生人必有生必有死 人有生必有苦 人这个生有生必有老 有老必有病 有病必有苦 那我们今天为什么要念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而亲近阿弥陀佛 我们看下面的那一章 为什么 很简单 因为你在西方级的世界修行 跟着阿弥陀佛修行 比较容易 因为什么呢 你好老师啊 你每天你的老师都是阿弥陀佛 你的老师都是大三之四的 你的老师都是观世音菩萨 你的老师都是大四之菩萨 你的老师就是十方一切诸佛如来 怎么不容易呢 我们在这个环境 不要说一尊阿弥陀佛 要找到一个好老师就很难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你要想要找一个好的环境来念佛 有是有 但是不一定有啊 你看 我们到道场 大家 刚开始是菩萨心道啊 菩萨心场啊 慢慢慢慢的 看到这个人不对 看到这个人 那个人不对 看这个人不好 看那个人不好 冲突又起来了 很多啊 现在道场很多啊 而且现在道场很多都不如法的很多 真正依法 不依人的 已经很少了 所以现在找一个真正的道场 太难了 又找到一个好的善知识 又找到一个好的法师 一个老师在旁边来指点我们 来帮助我们 那就更难了啦 所以为什么我们要亲近阿弥陀佛 这就是一个原因 修行比较容易啊 为什么呢 断烦恼 了生死成佛 而且是一生只至成佛 赞阿弥陀佛的大愿力 接引我们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听佛说法 努力修行 能够达到最终的目标 就是这个念佛的目标了 所以你修行容易啊 真的 了生死 这个才是关键最重要的 学佛 一切法门 除了这个 最重要的 没有这个了 了生死 出三界 而且成佛果 每一个法门的原则 就是这个 每一个法门的目标 就是这个 但是除了阿弥陀佛念佛法门 其他法门很难了 非常难 所以为什么你看 在五量寿经第37品 释迦摩尼佛告诉我们 一句话很重要 你看 他说什么呢 他说一个人在这个地方 能够一天里面 一日一夜清净心 修清净心 你的功德 你的功德超过五量寿果 伪善百岁 意思就是说 你的功德的一天 在这个地方环境修行 能够清净心 你的功德超过 在西方级的世界一百年 那说明就是 这个环境修行非常难 所以我们今天的目标 就是这一个